距离美国大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华盛顿加大了对德黑兰的压力 当地时间10月8号 美国对伊朗金融也实施了新的制裁 共设及18家银行已进一步遏制伊朗的收入 根据声明 伊朗被列入黑名单在美资产将被冻结 美国还将禁止该国公民与被制裁方进行交易 同时将制裁扩大到与他们有生意往来的人 这意味着外资银行有可能失去进入美国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机会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 这些禁令不适用于向伊朗出售农产品、食品、药品或医疗器械的交易 并表示理解他们对人道主义物资的需求 制裁消息发布的当天 伊朗外长詹里夫立即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谴责 他指责美国此举指责削减伊朗在新冠疫情期间支付基本必需品的能力 希望摧毁他们剩下的支付食品和药品费用的渠道 而这种密谋让人民挨饿的行为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伊朗央行行长海马蒂则淡化了制裁的实际影响 他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此举并不是为了产生任何经济影响 而是出于美国国内宣传和政治目的 这显示了美国领导人的人道主义主张和人权的虚假 本次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瞄准了伊朗的18家银行 一旦实行将会对伊朗的经济收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本次制裁产生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 有分析人士说 制裁可能会进一步阻止欧洲和其他外国银行与伊朗合作 即使是在允许人道主义交易的情况下 新美国安全知乎中心的伊丽莎白·罗森伯格说 这对欧洲人来说就像是一切重拳 他们向美国人表明过 他们认为这对人道主义援助或前往伊朗的人道主义贸易会构成极大威胁 不管是伊朗还是欧洲都会因为这次制裁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 并且这样的问题以后可能还会产生 因为根源问题没有被解决 2015年伊朗与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就和问题达成协议 根据协议伊朗将限制其核计划的实施 作为条件国际社会要解除伊朗的制裁 但是自从特朗普在2018年单方面退出达成的伊核协议 并开始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以来 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而本次华盛顿最新的针对18家伊朗主要银行的举措 又让两国关系的裂缝进一步加深 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 伊朗和美国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和问题重新达成协议 这也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制裁不会就此停止 就算在制裁过程中波及到了欧洲等其他地区 恐怕也只能自认倒霉